我们是否对他的期待有些过高 这也许是很多球迷看完这场比赛心中的疑惑 2023世锦赛16分之1比赛中 李时峰0比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王子维无援八强 整场比赛王子维通过控网抢攻打得非常积极 而李时峰是如何输掉比赛的呢 到底是教练临场指导问题还是自身原因呢 也许通过这个视频你会找到答案 通过回放往前获得机会 连贯后场跳杀进攻得分 通过不断地下压进攻寻找机会 最终后场跳杀拿下 通过前面两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出 王子维通过控网抢攻和连续后场突击 以消耗巨大体能的前提下 想速战速决结束比赛 他的这个战术纵观整场确实非常有效 而李时峰虽然也有非常精彩的进攻 但是面对对方的突击却无可奈何 随着王子维后场头顶区杀斜线得分 就以21比15获得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中场休息孙俊指导是这样说的 通过孙俊的临场指挥 认为对手杀得太顺 是因为回球给的不到位 再有就是没有限制对手 总让对手抓到机会 但是面对孙俊的指导 李时峰并没有及时调整 第二局王子维延续了上一局的打法 开局9比1大比分领先 随后李时峰开启了追分模式 比赛后段将比分缩短到相差4分 但在关键比分上王子维打得更加坚决 而李时峰随后的接连失误彻底葬送了这场比赛 随着反手挑球出界 最终21比14王子维赢了第二局 2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对于李时峰输球的真正原因 我相信球迷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